根据卫福部统计 截至今年6月底居家市托育及机构市照顾 工具覆盖率只有19.52% 而为了减轻幼儿家庭负担 卫福部扫子化办公室 提出建构多元托育机构 家庭生活补助经济措施 增加托育服务量能等多项措施 却遭到立委质疑 是否能够缓解扫子化困境 增加扩增托育服务量 建构多元服务 托育服务等等能很多 这样就可以缓解我国 面临扫子化的处境吗 跟委员报告确实在扫子化里面 其他最重要的背后就是那个经济 还有一个人文 这两个地方其实影响是更大 那其他相关的措施 是让那样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在托育政策有委员提出 目前幼儿公托年龄 两岁以下为卫福部全责 三到五岁为教育部主管 同时目前并未强制规定 年满两岁得离开幼托 恐怕将排挤下坡 又托中心名额 目前两到三岁的这个公共 这个托育的这个资源 既重叠又模糊 又模糊 那请问卫福部 那个陈部长 你何时能够和教育部协调出 解决的方法 我们现在就正在协调中 部长表示计划在八年内 将托育覆盖率达到百分之二十四 换而言之 依据每一百位零到二岁幼儿中 有二十四名接受政府托育 辅助支持 记得先来已故立法院采访报导